哈囉大家好,我是彩妝師Ginni 今天這次影片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大波浪的髮型 待會我用的電棒是28mini的電棒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先確認你已經追蹤我的頻道囉 待會我使用的工具有一隻大隻的梳子 還有賀嘴夾 今天多了這個小夾子 是要固定我的瀏海的 還有這兩瓶乾洗髮 最後我會再噴一點點定型液來固定我的瀏海 我們一起來看我今天怎麼用這個髮型囉 先拿梳子梳開我們的頭髮 然後噴上乾洗髮 先大概分好我們的線之後 旁邊 一隻手 抓到後面 然後就快繞起來 綁起來 先處理這下面的髮量 那我的電棒是開170度 如果你是粗硬髮的話可以開180度或是190度 如果你是細軟髮可以開150度到170度之間 我的手是有點點往外的喔 因為待會我們是要這樣子往就是這樣子捲 好我們先把電棒放進來之後 然後有點往旁邊轉 但是電棒是打斜的跟直的 然後先轉 然後先轉 把頭髮都繞到電棒裡面去之後呢 然後我們放開 然後手繞一下 它就有一個弧度 好然後另外一邊也是喔 有點斜的加直的進去 它是由外這樣子往內 然後放下來之後 你再去繞圈圈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先梳筍 把頭髮梳開 第二不一樣是抓我們眉眼之間 旁邊的這個髮梳 一樣是由側邊這樣斜斜的進來 然後注意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用先繞一圈的方式 把你的頭髮放下來 把它冷卻一下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梳開 然後你再抓後面這一撮的頭髮 一樣捲進來 後面這一束頭髮可能就會比較難抓一些些 你就是抓的時候要小心不要被燙到了 然後繞開 用手繞一個幫它繞一個弧度 然後等它冷卻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梳開 讓我開吃 你要小心喔 不要被你自己燙到喔 然後我們繞一圈 OK 等它冷卻一下下之後 把它梳開 如果你比較慢梳的話 它就會比較持久 但是它就會看起來比較卷 那就取決於 你今天 在出門的時候 有沒有希望你的頭髮 看起來就很卷 好 轉上面這一束 那上面這一束 已經會關係到我一點點旁邊的頭髮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 電棒 包的髮根先夾子 我會用一隻手 進去跳一片頭髮 然後電棒 往上抬 然後不要轉 然後再往 放到另外一邊 讓它冷卻 然後這邊一樣 挑一束頭髮 放進來 一般往上提 然後放到另外一邊 讓它冷卻 放下來之後這邊看起來 就會比較膨 有沒有 用髮根膨的這個動作 放進來之後 然後放到另外一邊 兩邊的髮根 都已經用好了 之後呢 我們現在 把後面的頭髮都往前撥 我們先做前面這一區 抓大概這一小處 然後 我們電棒一樣轉進來 一樣是同一個位置 方向沒有變的 我們現在用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繞下來 然後再把它繞一圈 旁邊的這一束會拉到後面的一些頭髮 你就讓它一起捲進來沒關係 不小心放掉 你可以再捲一次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直接就 把它繞一圈 繞一圈之後它就會看起來就要捲 然後你再把它梳開 要注意 要注意喔 你的電棒 的那個開口 是在前面的 是 是 是在正面的 接下來放下來之後呢 可以先處理上面髮根的位置 就是你就可以直接把整搓頭髮都放下來了 那我們一樣是先把我們的髮根夾繃 要注意你這樣夾的時候 要小心不要燙到你的頭皮喔 因為這種 這個方法非常 沒有抓好的話 很容易就會燙到頭皮 就是 你自己要 抓好那個角度 放開 你電棒停 最久不要超過15秒 好 那現在燙完我這邊的頭髮明顯 高很多 但就剩下最上面這一搓 我就會一起全部一起處理 那我先處理這一邊 我會先抓我前面瀏海這一搓 然後一樣的位子 放的時候要 要它捲 然後把它梳開 好 然後我們再把旁邊這一搓 頭髮挑起來 注意喔 不要急的是 打開來的這一面 然後我們是直的進來 然後 把它放出來 然後繞一圈 然後我們把它梳開 後面頭髮 後面這一搓頭髮一樣 也是同一個位子 然後繞開來 然後我們用手 繞一圈 然後這個時候 你再去抓 你還有哪裡沒有用到的地方 像我後面這一搓 這是我後面的頭髮 我就會把它抓來前面用 因為我看不到後面 因為我看不到後面 那我就會 這個位子 我就會提高 因為我們要順著我們的 頭髮 然後先繞出來一圈之後 然後一樣就繞下來 然後用手 把它轉一圈 然後用梳子把 把它梳一下 好 然後我這邊的弧度 就已經完成了 我會先處理 瀏海的原因是 因為我不想要讓 瀏海看起來太捲 所以我就會選擇 先處理我瀏海 那如果你喜歡瀏海 看起來很捲 你可以最後再處理你的瀏海 沒關係 像我自己就不太適合 你捲的瀏海 頭頂上的頭髮 你盡量可以手提高 就手提高 你這樣頭髮才不會塌掉 如果你手是沒有提高的 那你頭髮看起來就會 比較塌 因為你在捲的同時 它就會 幫你塑造出你頭 頭頂頭型的碰度 頭髮梳開 然後再拿一隻梳子 把頭髮再全部梳開 上面這裡我覺得它太塌了 我就會再局部加強這一區 因為如果這裡太塌 我的臉型看起來就會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把這裡拉高 我的臉型看起來就會比較協調 那我就會把局部挑起來 把下面這一面挑起來 把它捲起來 然後頭髮放下來 它這裡看起來就會比較膨一點點 然後我們噴上 另外一罐可以讓頭髮蓬鬆的東西 不是不妨大的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 在這裡看起來 不用緊張 無力的 請求 今天的髮型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啰 记得一定要追踪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